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白 那么咱们今天呢 继续来玩这个指甲一啊 也是挑战心理的 心理成功能力的一级 咱们上一次呢是 听从老道的意见 来城隍庙准备桌腰 咱们 这就是城隍爷的塑像啊 按照道长所说 在供桌上放好符纸 用毛笔画上鬼 画上鬼塑的图案 最后写上壮纸就可以了 我操这灯灯居然是可以点的吗 城隍爷的雕 城隍爷的雕像看起来很威严 门被关死了完全推不动 需要先准备好笔墨才能绘制 先找我符纸是吧 我要先把符纸摆在供桌上 供桌是哪个 供桌是哪个 哪个是供桌 这是什么 空香炉 阴世禄 城隍神似阴阳之事 讲善惩恶 若阴状以符纸人写其姓名 并画素死心秀 状纸之上 生人素阴魂则写状字 阴魂素生人则写冤字 后将符纸人焚之 城隍爷自会名断 黑白无常阴世之鬼差 白无常舌长问号尺 长帽写有什么 见生财素白昼 黑无常身高寒帽无耻 长帽写有天下太平似黑夜 据传黑无常贪财 以前遮掩 可保将死之人到天明 阴阳二戒分阁薄弱时 阳戒 阳戒偶见阴魂列队穿行 既为阴兵戒道 生人当回避 持黄牌位者 为生前权势者 常为阴兵到手 持红牌者 为生前负债未常者 常为第几位跟随 持绿牌位者 生前产上交下者 常为常在地 什么未跟随 持续者阴魂将入阴市 在遗忘事事了无牵挂之后 将穿过奈河桥 转世投胎 阳市之物将无法进入阴市 所以要为持续者 烧纸物纸前 以供其所需 阴市之水 污浊阴寒 故子女须为 持续老人烧纸牲畜 带饮拦路之水 男则烧马 女则烧牛 皱白为阳 夜黑为阴 阴史观例 分属五行 黑白无常 各管日夜 牛头马面 皆不属木 火为吉阳 水为吉阴 马面鬼足 五行飞土 长蛇无常 日落不出 只能摆到这里就行 咱们得有香炉啊 这个灯笼是不是要挂在 哎 是挂在这儿的 对 这一口锅 这是什么 照片 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口大锅 这里应该也没有什么可以 可以探索的吧 碎石 打火石是吧 墨块 前面这两条路不对劲呢 钢里程完了水 那拿这个装水呗 咱们是学到了 已经知道这个作者大致的套路了 折纸图鉴 对照图纸用竹条扎好骨架 然后涂抹酱糊 再把纸粘上即可 不同纸物可看每一页的图纸 然后就没有了 就被撕掉了 哎呦卧槽 这小孩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就说是呢 还藏在里头吓我 真不要脸 又是密码 又是密码 行吧 又是密码 我看一看 既然咱们有了打火石 有了照片 有了墨块 还有了毛笔 鞋 开鞋 要有水才能碾墨 浇水 哦 这个香炉还有用啊 开碾 我拿笔一沾 开启 嗯 墨汁准备好了 笔我也有了 星宿 星宿图的 星宿图的哪 哦 啊这是那个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后头那首打油诗啊 就是说阴阳之类的阴阳之类的 我看看啊 他说 不属木 嗯 那他是 疯不了 好家伙 对啊 我应该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吧 啊 原来是又这样吗 这是 这是要怎么整 啊 连线 又是连线 哎 又是那个该死的连线题 啊 成了 只要写上一个状子就可以了 符指是被抢走了 我得快点追回来 小兔崽子 这都什么东西 长 长手避鬼雕像 呈托举状 恶鬼雕像 两手指着什么地方 无心为恶 虽恶不成 有心为善 虽善不少 有 有什么声音 坏了 有高能是吧 天呐 这些 是什么呀 刚才那本书里 不说 是那个什么 说是因兵当道 要生人回避吗 没事啊 咱们再写一遍 现在可以写 老大爷 为什么他也有添乱 我日你爹 这就是黑白无常啊 玻璃二所死的 打过来 干 白无常 黑无常 哎 一生 一剑生财 帽子上写一剑生财 黑无姐写的天下太平 他俩反了吧 你可来了 哭丧棒 丧事用的遗障品 本原本拿在黑无常手里 你把锅打着吗 这个令牌不能用吗 奇怪的人影把 大门路给堵住了 嗯 他这个令牌到底有什么用啊 我可来了 我知道我来了 我上哪来了呀 两手指 两手指 两手指的什么 等一下啊 这些人手上的令牌 他们好像也有牌子吧 他们这个牌子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在给我们提示啊 好像是 好像是这个中的位置啊 哎 哎 哎 果然 这回只到手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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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人来阻止我们了 来 开席 这次应该再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了吧 gases 哦 因为她 reference to 这一样了吗 钩 one date Viye 它是给你的 而不是什么呢 和 microbes together qui分 meter 我说 我可以帮 1920s 语炎吗 又是谁 哎我操 连笔都给我拿走了 毛笔也被拿走了 又在地上留下了一个什么东西 爸妈难道你们是想给我 告诉我什么吗 他们在说儿子你真土吗 这个土按上去 现在能调了吧 我想想哈 马面它不是金 马面它不是土 水是水是吉阴 火是吉阳 那这个就是土咯 嘿 轻轻松松 皮影戏 最初为鬼戏 昔日汉武帝爱妃李夫人 故去为解思念之情 请访民间方氏 请魂赋予免紧剪影之上 剪影口吐人言 犹如夫人生还 五帝龙岩大跃 此法后世失传 有传闻在鬼门大开之日 在吉阴之地中搭 搭建戏海 至逝者之行之皮影 急于其死因相关的皮影 可招其魂 附身于皮影 但无人得七要领 魏文成功者 没有别的了 但得到一个密码 六 六啊 太六了 这些也都是密码 啊 咱们刚才得到的那个形 也可以用来解这个呀 这个符 那个符号是六的话 呃 好像 好像有点难度啊 不过至少知道这个是六 这也行 小饰品 纸钱 这都能给我试出来 这也有点离谱 瞎猜的 属于是有运气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食材 难道是村人在进行祭祀活动时使用的 咱们没有擀面杖啊 咱们还得去手擀面杖 盛水 就和面呗 撒点水 撒面团子 面团子一拍 撒点水 我就知道得有擀面杖 这面团可以无限几乎是吗 搅和搅和 整个面汤 以防外衣再浇一会儿水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啊 还真行 哇哦 然后呢 生豆笔 好像 不对啊 那这浆糊咱们也 我现在不需要浆 那这浆糊咱们也没用上啊 现在不需要加水 啊 咱们是要拿这玩意儿的胃吧 这个雕像竟然把饼吃掉了 为什么还要吼叫 他吃饼也没有作用啊 要怎么 啊 就是拿浆糊把他嘴堵上是吧 懂了 赶一下 拿着玩意儿把他嘴堵上 嗯 不行吗 啊 原来是要这样 懂 我让你再叫 我让你再叫 在叫啊 你不是很喜欢叫吗 那就只剩下这个咯 现在对于这小崽子吓我 我已经免疫了 钥匙 钥匙 我们好像 不会吧 这玩意儿居然是螺丝钉 啊 啊 这居然是螺丝钉吗 不是 这居然是螺丝刀吗 禁止送行 我操 这也可以啊 啊 啊 这不就是八卦吗 好歹也算是看过一点 这里好黑啊 好像光完全照不进去的样子 难道要进去吗 在完全不能实物的黑暗中前进了很久 感觉很奇怪 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世界 前方好像看到点光 这些人是爸 妈 还有四老老太太和那个怪小孩 怎么一动不动 连眼睛都八丈 也 连话都不说 雕像吗 看上去 好像真人啊 与其说话的人 倒不如更像 老人身边那个女的好眼熟啊 就和我烧掉的纸一样 就和我烧掉的纸一样 好像他们刚才不是这个样子吧 确实 他们刚才不是这个样子 把手伸进去 能感觉到不自然的阴冷感 如果伸 伸手进去的话 会或许凶多吉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就应该没啥了吧 咱们接下来是要整那个皮影系是吧 我都好像知道了 然后把纸糊上去 我们又要 烧这个面团是吧 我已经知道了 肯定是要浆糊 面团 扔 哎呀 他怎么好心 能给我们 一直能用的道具 早该料到 还能用 再结上水肯定还有用 哎 浆糊糊上 纸盆 那就是拿着玩去扣 扣谁的脸呗 你的脸 他的脸 都不行 哦 这个行 我差点忘了 不行 他只要看到那个相册 看到那个相册 那个相册就会掉下来 所以咱们需要拿浆糊 再把他的眼睛捂上 哎呀 天哪 这浆糊真的 这浆糊真的是 一百种用法 来 黑无常 把你他妈脸糊上 现在应该没事了 啊 不只要做一份浆糊 得把他脸完全糊上 才算吗 你是人吗 作者 漫长的糊脸 哦 啊 对哈 我忘了 那会儿书提到了 黑无常 是爱财的呀 给他的钱 他能保 他能保那个死人 到明天 如果我没猜错 在那个地方 就能看到一个 可以用的盆了吧 哪个地方 啊 一时计是吧 咱们把那个纸盆烧掉了 哎 不对 不是走这边 还真是 捞出品后 宁子 宁子服 试图将盆里的水 倒出来 奇怪了 这水怎么倒不出去了 这分明是水 却完全不尊重厂里 这是阴间那铁子 阴间玩儿能尊重厂里 就有鬼了 这不就行了吗 哎呀聪明聪明 我一看那马是低头的动作 那就知道它是有问题的 红的 白的 小女子 小女子 本与父君 恩恩爱爱 正要细极烈力 不料那未曾经过的几天 却害我性命 结伴为我,要与夫君成婚 小女自己偷弃,与我归结 归来寻见人付出 不想夫君受见人梦骗 先是害我,魂飞火山 夫君又在门前,贴那羞气之福 让我如不贝们 天色欲弯,小女子欲嫁蜥蜘蛛 和镜子一锅 我二人就要勇格一样 唱过完后皮影再也不动了 什么,这怎么会 墨奇是你吗,墨奇 皮影依然一动不动 那个墨奇是墨里假扮的 他不是鬼 而这个白衣的才是墨奇 天哪,墨奇怎么可能已经死了 七天了吗 我竟然连身边人们 我竟然没认出身边人不是墨奇 所以有时候觉得他和平时不太一样 又经常找借口避开我 我却以为他这是婚礼焦虑 怎么会这样 墨奇 皮影突然无风飘起 飞向了庙外 墨奇 你要去哪儿 等会儿我 看到了 看在上头就行 这里竟然还有人居住 照片上那张 是 这是墨奇 不对 这是墨里 那边上的老太太 不是藏灵村 藏灵村外的那个 瘸屯老太太吗 这怎么回事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和墨里是什么关系 都到这步了 我都给你说了吧 我呀 懂点巫师的法子 年轻的时候 节省总葬 取些请活 什么老片门的都干 早晚经过要来 就一直自己过 不给别人添麻烦 我那阵子总不顺 总得病 也找不到根 怕是啊 自己日子不多了 给那俩姐妹结婶后 听说大的被扔了 就把那女娃儿捡回来了 我都快入土的人了 本来也不得 本来也不得善终 去他的什么流浪菩萨 我能躲一天 他就躲一天吧 躲一天 是一天 他也算在鬼门关走一走了 只要 只要别回家 也不会给家人 带去什么灾 也不知道 是不是 已经冲了阴 后来 我又转了孕了 竟然 竟然 就狗活了这么多年 可能 因为没接 妈在边上 从小和我 躲在这屋里吧 莫离这娃娃 天性凉薄 宝负心也重 我就把他送到外地城里读书 以为让他看看大世界 以后就留那边了 能开线点 结果 两年前 不小心被他知道了身世 真的是不小心 我有个师兄 在城里卖死人东西的 北地里 什么阴阳活节都干 还要给人下咒 都是些损阴德的事 他呀 总想收莫离为徒 说这娃娃的命数呀 就适合学他那些本事 我一直不答应 也不让莫离和他来往 那些事儿会折瘦的 莫离说要报仇 我劝也劝不住 吵了一架 他就去投靠了我师兄 很少回来了 去年我听说 他爹娘死了 我问他 和他有关系吗 他也不说 我希望别事啊 真是大逆不道呀 前不久他回来的时候 说该是他的都要挑回来 就让我找个机会 去他老家 把整队都毁了 你也债呀 问他干了啥 他也不说 我把莫离拉扯这么大 不想看他坐牢 就趁鬼间 村里没人建了村 反正我这老命也不值钱 事儿没办完 就碰到个鬼娃娃 跟着追我 乖乖的给我抢了 真瞎人 我逃到村外面去 你就来了 等了挺久 我又进村看了一下 鬼娃娃不在了 我就捡了照片 拿庙里去烧 结果又装见了你 都是命呀 一个白衣身影突然浮现 莫奇 你就是莫离的妹妹呀 和你姐真像呀 看到你 我就想起他了 你变成这样 都怪我 杀了我吧 该是我的抱呀 莫奇没有理会老太太 而是直接飘到宁子福面前 莫奇 莫奇 莫奇又突然消失了 莫奇 你去哪儿 不对呀 她这是 行维持不住了 难道说 她不是阴魂 不是阴魂 那这是什么意思 你 天儿越黑 阴气越重 阴魂就越厉害 这女娃儿 天黑了 阴气却更弱 怕是个阳魂啊 就是 生子没死 阴魂被逼出来了 是 我那师兄 懂个夺人寿命的法子 把活人魂魄逼出体外 几天过后 魂不回体 就会被阴差带走 那未尽的阳寿啊 就能被她夺去一些 这么说莫奇还没死 那你师兄住哪儿呢 有什么办法 莫奇救回来不 她的殿 就在你们城里 殿底下有个密室 她失咒法的时候 就在那下面 女娃儿 八城就在那儿 但怎么破这法子 我就不知道了 莫奇说今天是头七 也就是最后一天 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抓紧时间 莫奇 等我 应子夫匆忙离开了小屋 你也这样啊 你也这样啊 王岸老太太给的地址 找到了定家 殡仪用品商店 还有一个小时 就到零点了 但愿还来得及 店门居然是开着的 也许有人在里面 但这时候顾不上 什么谨慎了 就算是龙潭虎穴 为得闯一闯 那么咱们第四章 也就到这里完事了 估计下一章 就是最后玩了 打到老道士去了 那么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呢 别忘了视频下方 点赞硬币 收藏关注 我是你们的大白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